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看四位老师 如何帮助两对年轻人 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 我们来看一个小片 虚伪的谎言呢 当你知道它是虚伪谎言的时候 那在这个虚伪谎言的背后 男生所说的情非得已 又是什么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豪 23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业务助理 女嘉宾小娟 23岁同样来自河北 是一名咨询师 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 愿意 我愿意 怎么认识他 火车上 对 在火车上 在火车上怎么认识他 当时就是在火车上 我们两个聊得特别开心 然后感觉挺投缘的 然后后来他就开始 一直追求我 对我特别好那个时候 但是后来我没想到 他居然用那么虚伪的借口 跟我说分手 当时也不是说 你不是说你要去出国吗 你出到哪儿去了 你不是说你是家里的毒苗 你不是说全家人的厚望 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因为你出国之后 没办法跟我在一块儿 不想耽误我 不想浪费我青春大好年华 你才跟我分手 当时真的我都觉得现实太无情了 我感觉咱俩除了分手 没有别的出路了 然后我才同意地分手 可是后来呢 你出国出到哪儿去了 你跟别的女孩在一块儿了 当时真的不是故意欺骗你的 那你为什么用这个借口啊 你直接说你喜欢那个女孩 我退出就行了吗 我打了多少电话 求你不要离开我 我说我毕业之后 我找个好工作 我挣钱我出国去陪你 你还是不同意 还是一然学然的走了 后来要不是 大师那次让我碰见你哥们儿 我死缠烂打 问他你的近况 你哥们可能觉得我可怜 才告诉我 你跟别的女生在一块儿了 但是我整个人我都懵了 那女生是谁啊 我现在也不跟那个女生联系了 我跟她只是从小认识 当时我跟她交往 主要可能是也有新鲜感 还有家里边特别想错我一俩 但是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 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原谅我一次 我还怎么原谅你啊 所以还有一句实话吗 什么都是家里 出国是家里 跟这女生在一块儿也是家里 大三寒假 我们刚分开的时候 她还跟我一息别的 结果回遇之后 她都不理我了 电话也不接 未接来电也不回 你干什么去了 你不是说开学过来之后 跟我解释吗 开学之后你什么 什么态度啊 我当时就 怕你知道 别说话 听着接着说 我们看想领嫂能想多久 来 说 我真的感觉自己特别委屈 当时我对她挺好的 我俩真的在一块挺好的 但是我们 就是那时候她追我的时候 因为我们俩不是一所学校 然后她那个 就是每天下课之后 就晚上也是 骑半个小时 三四十分钟的车 然后到我们学校 就会跟我说说话 然后呢 然后感觉她特别知心 她知道我睡眠不好 然后就是 每次来的时候 都给我带一罐牛奶 为了促进我睡眠 还有一次就是我 半夜急性肠胃炎 然后那个 然后 因为半夜嘛 几个女生都不敢出去 我们室友就给她打电话 然后 然后她就忙了 她放下电话 然后她就过来 过来把我送到医院了 感觉那时候特别 对我特别伤心 我感觉她就像 大哥哥一样照顾我 那个时候算是 追求你吧 姑娘 就好了以后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那这种热度和这种好 保持了多久啊 就一直到大三凡假回家 等于到了大三寒假的时候 她提出要跟你分手了 是吗 分手之后 你痛苦吗 我当然痛苦了 我那时候 我觉得 她可能回来之后 我俩还能在一块 然后我也可以 挣好多钱 去出国 我问我学姐她们 我说出国需要注意什么 然后她们说 要考雅思特别难考 然后我就去 买那些雅思的书 我好好看 那段时间 真的我特别努力 我现在也知道 我以前做错了 希望能把她劝回来 原谅我一次 你是来复合的是吧 对 你还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当初用那种借口 跟我说分手 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 姑娘你有多痛苦啊 你说出来听听 那时候 我感觉哪都有她的足 就走到哪 我都能想起她 我走到那边山寨林 我想你 我走到学校门口小卖部 我还想你 我走到超市 我买东西的时候 我还想你 我跟别人在一块的时候 我时不时都相信你呢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你现在提出复合是吧 对 你想复啊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因为你心里还有她是吗 我不知道 你别认性嘛 你是没有了 还是不知道啊 我觉得我一个人 过得挺好的 现在 可是她回来找我 让我特别纠结 我不敢相信呢 就是她讨厌什么 她有招你对吧 嗯 你招人家干嘛呀 还是喜欢她的 也知道 你喜欢她 你去跟别的女人谈恋爱 当初可能 也就是感觉 我跟那个女孩 从小就认识 还有家里撮合 哦 有那种新鲜感 所以我才跟她在一块 但是我发现 跟她在一块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天天吵架 我们也不合适 所以家里边现在也不撮合了 我发现 跟她飞开以后 我心里还是很喜欢她想的 你们家为什么撮合 你跟那个女孩 就是我跟她从小都认识 而且家里边关系特别好 就是特别希望 我们能在一块 那你当初为什么不把我 带到你家里啊 当初我也说了 我在学校搞自己上了 所以我家里边就 才极力地撮合我 跟她在一块 就是希望我不在外面 让我俩重新联系 哎呀 这姑娘 哎 抬起头 跟那个吹了是吧 对 所以你跟她分手 一会儿要找我是吗 我真的知道我做错了 希望你能原谅我 你现在知道你做错了 你当初干什么去了 我觉得我那时候 辅助也挺多的呀 那时候你学一下 一种给你帮我 你把我帮我帮我手 我居然不能都流血了 我有一句原言嘛 你买那款 你最喜欢的羽绒服 我给你买 我跑遍整个唐山了 我知道这些都是我亏欠你的 但是我还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来弥补你 我都没有对别的人这么好 哦 这是唯一一次对一个男人这么好是吧 嗯 连对你爸都没这么好过是吧 你不能跟我爸比 哦 为啥呀 我爸是谁呀 你爸是谁呀 我爸是我爸 哦 这个 这个小女生啊 对 你爸是你爸 在心里面地位很高对不对 嗯 就为你爸好好活着吧 可以吗 能把眼泪擦了吗 23岁那么年轻 生活刚刚开始 唯一男人直当嘛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生吧 跟现在的女朋友应该是前女友 分手的时候你难受吗 难受 当时也是有点舍不得挺无奈的 但是当时可能心里 也对那个女孩有点心眼感 而且家里还极力地撮合 所以 家里不同意你现在的这个女朋友对吗 当时是不同意 不同意不同的理由是什么呀 跟那个女孩同校我妈就知道她吧 感觉我以前小时候关系特别好 所以长大以后就 感觉那个是青梅竹马是吗 对 现在我有一个担心哈 如果你的父母 哪天又看另外一个觉得不错的 然后你再有点小动心 那是不是还要再重蹈覆辙呀 不会的 现在我家里面也知道 我想给她和好 我是喜欢她 我也知道她对我是最好的 所以我今天才会过来跟她 道歉 希望她能原谅我 你从那次分手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跟第二个女朋友 两月了吧 才两月 这个我不认为你现在说的这个就喜欢她 她非常好 两个月是什么时间 两个月是疗伤的时间 你还在难受呢 不管怎么样 你们是谈过恋爱的 你也是心动过的 人在最难受的时候 需要找一个能够疗伤的人 我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再去招惹她 别以为曾经是你的女朋友 她非常喜欢你 在这里会找回原来的感觉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建议啊 你过半年到一年以后 你再来决定 和她能不能在一起 我觉得更合适 这个女生啊 她是一个非常看着这种感情的人 她只要今天这个状态一出来 流个眼泪 她马上还得回去 她心很软 因为那种美好的回忆 再也抹不去了 但如果今天你答应她了 反正纵容了她也毁了你 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事情 给说给女孩听 因为她从一上来哭 包括你们的感情经历 我也有过 而且一模一样 对 我也是邂逅了一个男生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上大学 就是一见钟情 因为男孩很帅 而且对专业 对话剧 特别了解侃侃而谈的一个男生 在我眼睛里是很有魅力的 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 没有经历过任何感情的一个小女孩 就是 就觉得很爱一见钟情 而且就是很纯纯的那种恋情 大概持续了一个多月吧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男孩跟我分手了 我就哭着问她为什么 她说我们就不合适 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就把电话挂掉了 然后我整个假期三个月 我特别理解你的感觉 就这三个月 就整个世界是黯淡的 一到一身人静的时候 就流眼泪 当我上了大学以后 就是大概过了半年 半个学期 学期汇报的时候 那个男孩突然又出现了 手里捧着一束玫瑰花 上台给我献花 当时我就惊住了 然后她就想跟我和好 那我跟你现在的状态一样 还是很爱 我跟她复合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对她的这个爱情战胜了一切 我觉得我能够原谅 但是我现在回忆 我当时的那个感情的选择 我觉得其实是 后来呢 你们俩 后来我们俩就大概在一起了 一年多以后吧 我们俩就分手了 因为我也是中间知道了 她当时跟我分手的原因 就是她回去 跟她的前女友复合了 就是跟她一样 属于切换类的是吧 在这个空间切换她 在那个空间切换你是吧 其实我现在回想 我的那段感情 我并不怪她 因为大学时期情斗初开 是最容易发生那种 刻骨铭心的爱情 一见钟情的爱情 但是因为年轻 因为不懂事嘛 因为不成熟 也会做出最轻率的决定 但是我 如果现在让我重新选择 我不会选择跟她复合 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幼稚 不知道真正成熟的爱情是什么 所以我的建议是 我觉得女孩真的没什么 因为你现在还那么小 那么年轻 我觉得你应该转移一下 你的注意力 把精力放在你的工作 可能让你尽快 从这种情绪中给走出来 那男孩我觉得你还需要时间去成熟 去历练 爱情需要你做一些真真正正负责任的东西 所以我的建议是呢 各自都冷静再去想究竟自己是不是真的爱对方 真的愿意跟对方走下去 男孩我问你一下 为什么才两个月就想起前女儿都好了 其实分开以后我是心里一直有她的 因为我 那为什么要分开 当时也就是有性感 还有家里边极力撮合 所以我就在一块 但是我跟那个女孩在一块 我俩基本上 因为我在唐山上学嘛 现在又在唐山工作 她在老家那边 就是通过电话联系 但是每次联系都是吵架或者闹矛盾 感觉也是心里特别想她 你看你 我觉得你特别的虚弱 这种虚弱在于 你爱一个人不敢说 不爱一个人你也不敢说 现在你真不适合再去谈恋爱 你先想清楚自己能不能真正的全身心的去爱一个人 并且对对方负责 如果不能 先不要去恋爱 同样 这句话我也送给你 爱情重要 但她真是一个女人的全部吗 让自己冷静一下 然后再去审视这份爱情 好不好 谢谢曲老师 我从不相信 一段感情会骤变 我也从不相信一个人会骤变 她跟那个女生认识有蛮多年了吧 是类似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吧 肯定比你早 所以说 朦朦胧胧的感觉一直在进行 直到这一次才找了一个借口说出来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爱你不需要原因 分手给我一个理由 但事实恰恰相反 爱人往往需要原因 要么是善良 要么温柔 要么家世好等等等等 分手才真正不需要理由 因为那都是借口 你都不爱了 你还找什么借口呢 所以你的故事 和那位老师的故事不一样 他的男朋友说的是 不要问我原因 他没有找借口 而为什么有些人一定要找借口来分手 因为他无法说服自己 两人一直不错呀 你对他也不错呀 怎么就能分手呢 所以 为了使这个逻辑能够贯通 他往往需要找一个借口 而这种借口 恰恰是十分无耻的 为什么呢 他让被害者死不明目 连你死都不告诉你是怎么死的 都不明白着跟你说 我已经不爱你了 或者我已经爱上别人了 他让你死的不明不白 他让你感觉 他对你的情感还在 不过是为了虔诚 而要出国而已 这种理由往往很无耻 所以记住 分手 不需要借口 一旦有人在分手当中找借口 再回头也不可以原谅你 因为他在最后 依然在欺骗你 依然在虚伪地找理由 而这个男生面带憨象 但是这种人 让我称之为是温柔的骇人精 长着一副老实样 但情感一直在徘徊 在他脑海当中的思想斗争 时时刻刻在进行 当父母在旁边穿跎的时候 他也许是根本没有自己主见的 但是这一次 他终于下了决定 可是他依然不敢直白地表露出自己的愧疚 而找了一个借口和你分手 在爱情生活当中需要的是尤其的坚定和忠诚 但是这个男生不行 这种人往往看上去不坏 但往往做出来的事情会伤害很多人 我的建议 对于那些分手还找借口 而不直白的人 终生不可原类 就对 没什么好说的呢 还都小 两个二十三岁的人 生活的本质还有很多 慢慢去发现吧 剩下的时间属于他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美 经过老深的说我 我感觉可能是我自己也没有主见太幼稚了 但是我还是感觉心里是挺喜欢你的 所以我今天来跟你道歉 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机会原谅我一次 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我真觉得你那时候用那么虚伪的借口骗我 真的感觉自己好像接受不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 那亮灯吧 来吧 嗯 讨厌的问题 你是不是被那个女生甩掉了 是 来吧姑娘 不是说纠结吗 我们这有三种方式 还可以继续帮你一下 自己挑一下吧 A 求助现场观众 B 倾听来自第三方的声音 C 求助爱情导师 我想从排除法来说 不会求助C了 那话已经说得那么明确了 选什么 选B吧 第三方声音 解释一下 第三方声音可能是了解他们的 也可能是不了解他们的 总之是跟他们的事件有关系的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第三方声音来自于何处 来 我们两个认识很多年了 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就是好朋友 很多年的好朋友了 因为我们两家条件啊 都感觉差不多嘛 然后我们两个年纪也差不多 所以我们的父母就是 总是错和我们俩在一块 再加上那时候他对我挺好的 然后我就想那就跟他在一块吧 我们在一起之后呢 我就觉得很多地方 我们都非常不合适 可能就是因为一点点小时 就能炒得不可开掉 而且异地恋吧 就是总会出现这样的那样的问题 我们就没法沟通 你想不沟通怎么可能解决问题呢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分手了 我想我们都是这样的决定 家人也能理解我们吧 我想现在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祝福他 听到了 换箱子吧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关门 一对大学的情侣 因为男生的这个背叛 导致了一段恋情当中 女生的痛苦 这一段爱情大概被所有的老师 都不看好 于老师 据你的分析啊 女生 她出来的概率有多大 给了这么多的建议 但是她很容易还出来 你会发现 在同一个地方摔跟头的人 她还会第二次第三次摔那个跟头 女孩出来我觉得也正常 因为爱情嘛 这个叫人死去活来的东西 来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 5 4 3 2 1 5 4 3 2 1 请开门 手放开 是她抓的 我问一下女生 你说你出来就出来吧 你怎么那么兴高采烈地出来 她也出来了 她也出来了你就高兴了是吗 就是我认为你出来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你笑我是不可理解的 你这一次的出来 在将来再跟她之间 再产生任何矛盾的时候 会为自己付出代价 来来来 两个到这儿来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 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 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说开始 你们说停 看你们能拿到多少基金 好吗 开始吧 谢谢 恭喜两位 2500块钱的旅游基金 打算去哪儿啊 她喜欢去哪儿就去哪儿 哎呦 你喜欢去哪儿啊 还没想好 我建议你们 傻呀 去她老家吗 对 你看我们俩想的是一样的 去她老家见她爸妈 请她的前任女友再来吃顿饭 好歹人家青梅竹马 对不对 你觉得呢 挺好的 行吗 行 哎呦 她心可真大呀 哎呀 来 有请我们的小华童有请 选择幸福 选择亚撒河来盼盼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谢谢 来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这对年轻人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 浪漫时刻 不知道以前是我真的不对 伤害了你 也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 对 我以后会肯定珍惜的 谢谢你 嫁给我 祝幸福啊 虽然大体可以判断他们的 这一对的爱情之路 还会遇到坎坷 但是你还是会发自内心地 去祝福他们啊 接下来咱们看看下一对吧 变了 真的不知道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崔 28岁来自江苏 是一名市场推广 女主人公小凤 23岁来自河南 是自营店主 来 有请多请两位 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 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我愿意 我愿意 谈了多久恋爱啊 两年多了 小片里面说 工作之后 你们的关系才发生变化 是吧 对 是的 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 我做一些小生意 他现在就是不支持我现在 我交朋友他也要管 不管我的工作还 工作我可以支持你的 就是我工作你也不管 但是你现在都做什么样工作了 你交的是什么朋友 现在他总是拿结婚的事情来说 老是逼我真的快 怎么又成我逼你了 就是你逼我 你没毕业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商量好了 等你毕业我们就结婚 况且你现在已经毕业一年多了 上次我跟你求婚 我叫了我一帮朋友 我把戒指打出来的时候 一转身就走 我这么多朋友在场 我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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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跟我说过吗 你这样不是惊喜你知道吗 是惊喜她吓着我了 而且我们之前说过了 就是我们之间的事 不让双方父母介入 知道吧 她把她妈摆出来了 上次我妈妈到市区来 再一段时间看看我们 你妈那什么心思 我能不知道吗 我妈就过来看看我们 我妈多关心你啊 关心你比关心我还要多啊 那平时我们也平常联系啊 她为什么突然就要来了 我说我妈妈要来了 我去车站接我妈 然后她给我发条信息 说我到外面待几天 我有事 那我能不让你 我妈在这待了 待了一个星期 你都没有出现 我给你打电话 你一直在关机 这段时间你去哪了 当时我跟你说 我也不乐意 你又不是看不出来 而且我知道你妈什么意思 就是想把你妈搬出来压我 我就是不想结婚 我跑我姐妹 那多几天才回来的 我有错吗 你这样做 你有没有想过 我妈妈有多伤心 我妈妈多么地疼你啊 那我们俩只要一提到 结婚的时间准吵架 当你妈的面吵架好吗 这不更伤大事情吗 我这也是为她着想好吗 那你这样做 我妈就不伤心了吗 我觉得我这样做没有错 而且现在我刚开始嘛 我觉得我这样工作挺好的 所以说吧 工作 你每次都是工作 不想结婚 我拦一句行吗 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吗 你是特想娶她吗 是的 你是特不想嫁她是吧 我现在年龄还小 而且我做事像刚开始嘛 好 所以我觉得结婚太早了 好了 刚才这个小片里听 包括你们俩刚才这一来一去的 剑拔弩张的争吵 大概都跟你现在的工作有关系 是吧 是的 来小伙子问问 她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呀 她现在就是在网上做一些小生意嘛 做生意我觉得我是支持她的 包括开始我给她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但是随着她这段时间 就是说这个工作进展慢慢地变好了之后 这大半年她接触的这些人 就把她变得完全不是以前的她了 好 她现在经常性的 十一二点钟还在打电话 有时候一个电话 十二点钟出门 两三点钟才回来 那我这样做也是工作应酬呀 我觉得挺正常的 姑娘问一下 到底从事什么工作的 需要十二点出门 两三点钟回来 因为我做这样工作 就是在微信里边 会做一些衣服呀 面膜之类的 微商 以前我自己努力过 但是吧 效果不好 那为什么非要那么晚出去呢 因为那些都是我朋友 她说的是事实吗 是的 每次她都说就是什么工作啊 是朋友 说的是应酬 那都是些什么人啊 叫你抽烟喝酒的 我抽烟了吗 我看到了 以前不抽烟 是吧 我没抽烟 现在也没抽烟 以前不喝酒 以前不喝酒 现在喝酒吗 现在偶尔 我跟她去过几次 有一次正好赶上她买单 那不得了了 要什么就点什么 开瓶养酒 我都不知道那叫什么字 养酒开 啤酒开 火牌上 一结账花了四千多块钱 比我一个月工资还高 人家都是这样的 轮流请客 又不光我一个人不见 我没有看到嘛 别人请客的时候我也在 你才跟我去几次呀 你就这样说呀 你了解情况吗 再说了 我今天请他们在酒吧玩 明天人家给我带来的收益 就不止这些好吗 你懂什么呀 你目光短浅了吧 我目光短浅 你接触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来来来小伙子 拿一句啊 是怕管不住姑娘了是吧 我觉得他接触这帮人 就彻底的把它改变了 包括他现在 就是说他穿衣服 不是名牌不穿了 我想要都是我自己买的 我自己挣钱买的有错吗 你现在这个攀比心 你怎么那么重呢 这帮人怎么 就把你祸害成这样的呢 什么叫祸害啊 你这用 你这用词太不恰当了吧 对对对 这个祸害这词别用了啊 我问两句啊 姑娘 他觉得你的那些朋友 把你带得不如以前那么乖了 不是的 这是他的认为对吧 你觉得你变了吗 他是这样的 但我觉得不是的 你觉得你变了吗 你告诉我 这是上学吧 是上学的时候 这上班工作是工作样 怎么可能再和上学的时候一样 对对对 别人也往好地方变 这帮人你看 现在把你变成什么样子了 那我这样 我靠自己努力 我有问题吗 我伤劲还不行吗 所以你这里边 还算还成问题了 我都是为你好 你那是为我好吗 你吃亏啊 我客户多重要啊 你把他们联移 你把他们联移方式都给我删了 还砸我手机 砸我电脑 他砸你的手机 对他砸我手机 还砸我电脑 我为什么砸你手机啊 为什么 你那时候十一二点钟了 我醒来之后 你偷偷地打电话 跟人家打情骂俏 你有没有考虑到 我是你男朋友啊 什么叫打情骂俏啊 他就是吃醋 之后呢 你来跟我语气好点 我看看他为什么吃醋 好吗 这个对你做不到 我不是你客户吗 你不是 潜在的呀 你用面膜吗 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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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行 兄弟 想跟人结婚吗 我肯定想啊 是有前提条件的对吧 我希望他能不干这份工作 不可能 最重要的就是要远离 他接触的这帮人 就是那帮人把他给带坏了 也就是说你还想跟他好 对 只是要求他换工作 是 如果不换工作呢 好了 考虑一下吧 接下来的时间 当然交给我们的老师了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卷 既然是变化开始 那我就从变化说一下 第一个变化 女朋友由了原来是学生 变成了职场人士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 由原来的温柔可爱 变成了现在非常有个性 第三个变化 你也是最担心的 他会学坏 他已经变坏了 好 那我想问女生 你的男朋友有没有变化 有啊 有 我们来确认一下啊 由原来的男朋友 有点变成像爸爸一样 天天管你 是吗 是的 第二个变化 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特别温柔体贴 浪漫 疼人 对吧 现在变得 天天过我吵 第三个变化 一开始特别的幸福满满 现在苦大抽身 你今天这个状态 如果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你哪怕没有任何错 你这个负能量 就能够把女朋友吓走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在想说是什么呢 变化一定会有 但你们今天的自己 都是你原来 就有性格基因里面的一部分 只是在不同的时间里面 你们呈现出来了 上学的时候 他没有经历过社会 到社会当中慢慢 原来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的 我喜欢做销售 我喜欢维系客户关系 是的 让别人认同我 这就是我 其实呢 我也蛮听话的 但是一旦遇到一个非常强势的人 我就激发出我特别想反抗 想做自己的状态 由原来的学生听话的状态 变成今天要独立 而你呢 也有好那一面 但是今天碰到一个不听话的女朋友 把你另外那一方面给激发了出来 这也是真实你的自己 所以我觉得不要纠缠于过去 也不要纠缠于原来的他去哪了 我倒觉得两个人此时此刻 就得面对现实 这就是你们现在的自己 你们现在不要去幻想 更多的是什么呢 下决定 他到底适不适合你 我觉得这更为重要 我想跟女孩说 从你一上台 我感觉你的面部表情 一直都是冷冰冰的 我相信你在跟你客户交流的时候 可能不会是现在这种样子吧 所以我就想说 你是不是真的在乎你的男朋友 你是不是真的看到了他对你的付出 你想嫁给他吗 想 现在不想 我觉得你们俩最大的问题是 现在的价值观不在一个阶段 男孩可能更追求想过日子 女孩现在可能想在事业 就比较享受这种感觉 关键看你们真的爱不爱对方 想不想最后走在一起吧 只要有这个决心 我觉得任何困难都是可以磨合的 女孩变了 男孩慌了 女孩想想你的当初 当初你是在学校里 环境很简单 她是在社会上工作了 那会儿你眼中的她一定充满着钦佩 她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你所不知道 并且想去了解的 她随便做几个动作 你都可以为之倾倒 我看资料上有写 刚才好像你没有说出来 比如说她帮你准备了一次生日的party 然后呢那个你觉得很浪漫 你不知道 但同样 现在她做了类似的求婚 更加浪漫 你也不知道 反而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资料上还有写 你刚在找工作当中是遇到了一些挫折 是她一直在你身边 照顾你 温暖你 甚至于说 如果你找不着工作 我能养你一辈子 那会儿你有没有感动 有啊 就当你做生意去做面膜之前 你没有资金 她给了你两万块钱 有没有这件事情 有 感动吗 感动 那现在怎么都变了呢 她对你所有的爱都化作了行动 都在你的每一步都给你背后默默地支持 温暖你 但什么让你变了 真是那些朋友吗 还是你一时不知道自己是谁 没错 你的生意上可能有所成就现在 没错 有一些人会给了你生意 但是你失去的是什么 你在某种程度上 不光失去的是自我 而且还是渐渐的要去失去它 值吗 所以我这句话说给你听 也说给所有电视机前 可能刚刚要面临着步入社会 一下会觉得自己眼界大开 一下会觉得这个社会原来有这么精彩 一下就会迷失自己 如果你在这会儿不把持住自己的话 真的会慢慢堕落的 失去自己的爱人 甚至于把自己都给害了 男孩 为什么说你慌了呢 你一直做得不错 像一个男人 但就是这样 你突然发现他的变化 因为慌了就不择手段了 砸手机啊砸电脑啊 删他的电话本啊 种种种种都想管住他 甚至于还想管住他的人 把钥匙藏起来 不让他出去 你觉得你是在留他吗 你分明是在把他推向那些朋友 多一些劝导 多一些理解 而不是强硬的 简单粗暴的说 你不能这样 你甚至于可以跟他一起去 了解他的朋友 帮他去做一些判断 而不是很粗鲁的 让他说我要让你断绝和那些朋友的 关系来往 这样反而他会和你断绝来往 好吗 别慌踏踏实实的 用你真实的行动去温暖他 也包容他一些短时间内的 迷失自己 你们俩才能一起到老 我们不得不面对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在改变 每个人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变 有些人变得富有了 有些人变得贫穷了 有些人变得豁达了 有些人变得狭隘了 那句话好像说了还没几个月吧 且行且珍惜 这人不能膨胀 这一膨胀了 价值观不一样了 很多生活角度也就不一样 开始嫌弃了 开始忘本了 看什么什么都不适应 虽然说每个人每天都在变 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 那就是从单纯到复杂 这是不可逆的 这是一条不归路 其实有的时候 我那表妹和身边的朋友都说 你别看图老师在台上好像看上去挺成熟的 其实她很幼稚 幼稚比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比如说她到目前为止在生活当中还没有学会说话 还没有学会怎么与人为善 就像今天一大早于寂静 穿着一件皮大衣在我房间里转悠了一圈 我说你怎么穿的这么土啊 这都什么时候的款式了 说完之后我又想起我这幼稚的嘴 我怎么就不能说句好听的话呢 余老师今天真帅 人家一大清早到我房间里转悠一圈 本来是来聊聊天 给他夸奖两句多好 怎么又伤人了呢 对不对 我这张该死的嘴啊 但是有的时候我蛮欣赏我这种幼稚的 如果我要是不幼稚的话 我怎么可能一天到晚看着这故事 我还能那么生气呢 我还能保有真性情呢 我有的时候还挺欣赏我自己的这种幼稚 我没有变得那么事故和圆滑 每个人都会迷失 钱一旦赚多了 社会地位提高了 朋友一旦变了 圈子一旦变了 人就会有所变化 你不可否认你是变了的 我不用这种所谓的简单的变好变坏来衡量你 但是 你去翻出你以前的照片 对比以前的自己 再想想当初他是怎么对你 现在他是怎么对你 你就会发现 你真的变了 其实他没有变 你好像觉得现在他管得比原来宽了 其实他原来也一直管 只是那个时候你没有能力反抗 现在不一样了 实力增强了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且心且珍惜 为什么会有这句话 就是有些人膨胀了 尾巴就开始翘了 就到外面拈花惹草了 所以才有那句话且心且珍惜 今天这句话也送给你 且心且珍惜 我对你没什么好说的 它不是你的菜了现在 它翅膀硬了 其实说句实在话 在某些方面 你太自卑了一点 这个事呢 天天都在变 过去的爱是一定存在的 肯定想爱过 但将来我开始注定走不到一起 把这点想通嘛 人总是需要成长的 就这样 人变复杂很容易 从复杂再变简单回来 真的就很难 没什么 我觉得不要自欺欺人就好 不再爱了 就是不再爱了 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生活总是要变的 不变的是什么 每个人的内心不一样 每个人坚守的那点东西也不一样 守住自己 这大抵是生活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们在一起这一长时间 我记得我们曾经在一起的快乐 当时是很好 但是现在我们只要一说话 都是吵架 都是吵架 我根本没有办法现在结婚 你知道吗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 远离你这帮朋友 那你为什么不做一点改变呢 你跟上我的脚步不就行了吗 以后我可以努力 我也可以改变 我只是希望 我只是希望现在 你不要再跟我吵架了 我真的吵得特的累 我以前我想都是和你在一起快乐 现在都是天天吵架 天天吵架特难受 那你愿意离开你的帮朋友吗 时间到 我们会提供三种求助的方式 今天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 谁愿意使用这个求助的方式 让他选吧 把机会留给男生了 A 求助现场观众 B 请听第三方的声音 C 再次地求助爱情导师 小伙子 你的选择是 选第一个 求助现场观众 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问 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你们俩还有机会吗 来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当你们听到了他们的阐述之后 你们觉得他们俩还适合在一起吗 认为还适合在一起 请选择赞成 认为不适合在一起 请选择反对 各位 请选 选择 现场的观众百分之百地认为 他们俩不适合在一起 这是为什么呢 问问吧 两个人在一起 也是吵何必在一起呢 两个人在一起 也是吵何必在一起 来 觉得就算再和好 也已经回不去了吧 都已经变了 好 谢谢 你们俩也要冷静 也别置气 这百分之百反对的时候 说不定是大家都看错了 两位请交换箱子 谢谢你们 请回 请关门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的选择是什么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天天圈的网友叫女郎提问 陀老师 我二十三岁和男友同居四年了 没结婚还有了一个两岁的女儿 她和我同岁却像孩子一样整天打游戏 叫她结婚却以没钱为借口 经常为一些小事吵架 我想放弃她却又舍不得女儿 我该怎么办 武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至死地而后生 我相信这一招对你来说特别适用 一个男人居然以没钱为借口 不给你名分 同时也不给孩子名分 长达四年和两年 那这样的男人 只能用至死与死地而后生的方式 来计划她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 在你的提问当中有一句是 如果我要离开却舍不得女儿 可见你不光是要离开男人 还要离开女儿 我建议你的离开要带着自己的孩子 对于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孩子留在他的身边 对他的成长十分的不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大家上天天圈联系我们 上天天圈为你解决情感大问题 我们的节目是由 途牛旅游网 特约播出的 休闲旅游找途牛 下载途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洗发录 特别赞助 在这里要感谢 拉方柔顺洗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